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家在好智慧 牙齒刷不乾淨 小心會要你咪 這邊有嚴重牙周病的牙齒 我們來觀察一下 它的底頭不少 像這樣子的牙齒一定會 那所以如果它是一個細菌感染 最後它那個細菌會 竄到 以前大家不要以為 只有牙齒有問題而已 那目前已經有研究報告指出 牙周病可能跟 跟心肌梗塞 是有相當大的關聯 口腔健康要注意 小問題也會出大毛病 正確觀念要學會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小症狀 可能它是口腔的疾病 那可能會容易忽略的對不對 今天幫大家稍微的 整理了幾個方向 好 我們首先這邊來 第一個就是刷牙的時候 牙齦容易流血 另外牙齦有紅腫的現象 另外就是口臭 這三個聽起來 似乎是火氣大的感覺 對 對不對 現場第一個要問的是櫻齊 妳是妳有聞到她的口臭嗎 剛剛她聽起來是喬本心 我想說不太好意思問她 所以我剛剛一度有點阻礙想 要先叫誰 對啊 心裡很阻礙 那妳先來吧 因為女孩子 我真的覺得就是 會比較注重第三個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買小物 這樣噴就是口氣清新 以及可能就是怕吃完東西 會有異味 我們都會有 就是再嚼個口香糖來幹嘛 我們都會比較注意這個 所以我們一 二 可能問我們三個可以 但第三個可能會問那一個 可是口臭是那些都壓不了的 主體內散發出來的 尤其是有的時候 例如我們一天從早工作 一直到晚 沒有停 很累的狀態 因為那味道是很明顯的 但我覺得這兩種不一樣的 第四場錄影我都離唱明哥很遠 對 因為妳都怕自己的味道太重 太假了 拿我拿我拿 為什麼我覺得口臭有分 不知道耶 我聞到的時候我都覺得有分兩種 像那一種就是可能是爆肝的口臭 太累了 爆肝的口臭是怎麼臭 是從五臟六腑出來 可是因為我有個朋友有牙周病 可是我覺得那聞起來真的是 蛀牙的口臭 蛀牙有一種 就是這兩種是 想不到妳的鼻子這麼靈 真的 妳可以聞出來蛀幾顆嗎 沒有 我聞出來蛀幾顆 被妳這樣一講 我會想到第三種臭 還有什麼 吃東西牙那個菜卡在牙縫裡沒剃掉 發臭 那個不容易有吧 因為有些人牙齒的構造 那個洞 有些人 對 不太容易剃 因為像我就有一顆是很深的洞 然後如果不用那個牙線把它挖出來的話 其實它 放到 在裡面了 我看是用舌頭弄 弄到抽筋 回不來 對 因為在挑 所以就是我也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特別會注重這個東西 但是妳男生在刷牙是不是通常會刷得比較用力 對不對 用力才對吧 有牙齦流血嗎 我原本以為 我原本以為刷牙就是要用力刷 因為牙齒妳知道 就是跟那種石頭一樣 對 妳石頭一定要用力刷 上面污垢才會刷掉 就好像在洗游泳池的牆壁有沒有 那感覺 所以妳在用力刷的時候 跟輕刷 妳那個牙齦流血的狀態有差嗎 我每次都是紅的 每次啊 到現在輕輕的也會 不是 輕輕的也會 就是我這樣刷到它就吐出來 就是紅紅的 我也沒有太在意 可是妳在吐血妳自己不知道 還是 其實我有 就是胃潰瘍的 胃潰瘍的 還是其實我是別的病 對 對 還有可能 所以我們要注意 我是有那個刷牙的強迫症 因為我小時候滿嘴都是蛀牙 因為我爸太疼 我一直給我吃糖果 然後睡覺也含著糖果睡 所以我是滿嘴都是蛀牙 然後我小時候每一顆牙都是拔掉的 所以我非常怕牙醫 那妳現在的牙齒是 就是後來換牙時候 就是很好 換完之後很好 我就不想要再去牙醫那邊 我連洗牙都不想去 所以我就想說我只要刷牙 就不用再去看牙醫 所以我一天至少刷六四牙 不是 因為我就是起床要刷 感覺牙肉很萎縮 對 我就是起床睡覺 然後三餐過後 然後只要吃東西身邊有牙刷 或在家裡 我就吃完東西一定要去刷牙 現在是刷牙當成休閒預熱的人 對 然後妳知道有一段時間 我常常就是一刷牙就流血 然後吃東西牙齒也很敏感 我就去看牙醫 然後醫生就說 我的牙齦都萎縮了 對 就是萎縮到我的牙根 都暴露在外面 所以就很容易敏感 那又回不去吧 很容易敏感 對 然後我覺得口臭 其實我是覺得跟吃東西 跟那個身體的狀況有關 因為我之前就是剛到台灣來的時候 太思念家鄉的東西 所以我每天都吃麻辣鍋 每天都吃辣的東西 然後那一陣子突然就牙齒 某一顆牙齒的旁邊 就腫了一個紅紅的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醫生說那個裡面都是濃 然後他用針把它戳掉 把那個濃擠出來 為什麼 所以那一段時間才會口臭 那是因為口氣大嗎 火氣太大了 為什麼原味沒有聊到 對 怎麼都不出聲 幹嘛不出聲 聊一下嘛 為什麼妳沒有想到妳 我是比較常 我最常看的醫生其實是牙醫 然後我都住在牙縫 然後所以我比較常流血 反而不是刷牙的時候 我是用牙線的時候 而且因為用牙線它又很容易 那個因為它補的是素質 然後可能我用牙線太大力 然後我每次 就 就掉了 對 所以就是狂一直重新補牙瘋 這比較辛苦 對 對 女生都會避開 是不是 都避重就行 所以根據我們這三點的症狀 到底要小心的是什麼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小心的是 牙周病 對 所以黎醫師 這怎麼判斷 我們這個是真的就是牙周病 而不是火氣大之類的 首先我會希望就是說 像剛剛來賓都有講到幾個重點 譬如說像大飛兄 他剛剛有提到說 我今天大飛兄 大飛兄 大夫 大夫挺好 你是看他的髮型叫大飛兄 是 是兩位的髮型 我跟妮姐是來自同一個地方的 不妨妳待會兒飛炎走一下 同一個山上 下山了 是是是 請繼續說 大飛剛剛提到就是說 他不管用 什麼樣的力道刷牙 都會流血 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症狀 一個很重要的徵兆 因為意思就是說 我輕也流血 大力也流血 那代表 力量不是重點 像這樣力量不是重點 我們就有點擔心 或許跟牙周病 就有一點點關係 但是也不要聽到這樣 就覺得很緊張 不要覺得很難過 因為我會這樣解釋 其實牙周病跟牙齦炎 它們是同樣一個流程的 就是我們比較輕微的時候 我們叫它牙齦炎 如果嚴重的時候 我們才叫它牙周病 對 所以我們首先要先了解說 牙齦炎跟牙周病 有什麼不太一樣 它們一個很大的分野在於 有沒有骨頭的破壞 如果骨頭有破壞了 就代表不可膩了 這個破壞已經牧已成舟 不會再恢復了 這個就叫做牙周病 那如果會恢復的 我們就叫它叫做牙齦炎 但是有時候 你的牙齦流血 我們比如說漱口的時候 漱一漱 可能剛開始有血沒有 漱兩口 血就沒了 那個也算是牙周病嗎 我會給各位觀眾一個建議 就是如果您 早不太到初血點的話 那我會認為 這個應該還是傾向是 輕微的牙齦發炎 我大概不會先用牙周病來形容它 就是很明顯看到哪一顆流血的話 就表示那是牙周病 如果明顯看到哪一顆流血的話 那我會建議我的病人 你先多用牙線還有牙刷 多清潔這個區域 大概清潔個一個禮拜看看 如果一兩週它又自己好了 那就代表 這個是局部的牙齦發炎 那就 但是的確有比較嚴重一點點 代表食物很喜歡塞在這兒 那一定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譬如說牙縫比較大 阿拉伯的東西掉了 就如此類的 我一個疑問就是說 很多疾病不是都是會遺傳嗎 那我想說牙周病這個東西 是會遺傳還是不會 只是個人的衛生習慣 個人造業 而且它是不是會傳染啊 我突然想到 怎麼可能傳染啊 牙周病要傳給誰啊 牙周病要傳給誰啊 遺傳已經跟我恐怖了 傳染了 你說你們同吃一盤菜 牙周病是不是 你不敢永遠 有沒有看到 凱蒂 你這扯遠了 你說如果我跟男朋友拉雞 拉雞 我們可能覺得距離近一點 因為同吃一盤菜 菜 這是凱蒂的風格啊 可是不要 我倒是站在她這裡 這可能是有可能 這不是會傳染的嗎 傳染病同吃一盤菜也會 就會得了 好我想其實大家聽到 正確的答案可能會覺得 有點失望 意思是說我個人的看法是其實 目前學界的原因就是 牙周病的細菌 存在於目前所有攝影棚的人 也就是你我的口腔裡面都有 只是有沒有發出來這樣 只是濃度高低而已 細菌的量多跟少而已 所以大家都有 連我都不例外 那跟遺傳有關嗎 所以如果大家都有的話 那我會認為全人類都有 那好像不能叫是傳一傳的 就不能這樣講 全人類都沒有 所以吃菜也會嗎 那不要賴你的朋友 這也不傳染 因為你已經有了 你已經送了 那會不會如果我的細菌比較多 你的濃度比較高 我的筷子這樣細菌就跑到筷子上 然後我就放進去的時候 筷子就這樣 那跑到菜 然後你又下來夾 他就 沒有這個可能 好 這個可能的確是有 但是因為那樣的細菌濃度 實在是太低了 太低了 就算有 沒有關係 其實這樣講 阿菲 我跟你吃同一碗菜 我也不擔心 因為我如果結牙刷牙做得好 那個細菌我們會定時把它吃 你太擔心了 他不擔心法式永吻 法式永吻 那個就很多菌了吧 我不擔心牙周病 我擔心你其他的病 但是引起牙周病的原因 這個我們真的要請你好好講一下 到底是為什麼 所以其實剛剛我們都有講到重點 就是細菌 細菌的濃度 像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說 牙齦發炎跟牙周病 它其實是一系列的過程 是一系列的過程 所以我們講比較輕微的 像這個叫做牙結石 就比較米黃色 土黃色 我們稱作是牙結石 那牙結石一點點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造成牙齦炎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牙齦炎的階段的時候 牙結石其實只是薄薄的一層 大概一公里不到厚而已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只要半年的洗牙 就可以把它清潔掉了 只要半年的洗 所以我們肉眼看得到結石 有的時候肉眼是看得到的 是看得到的 看得到結石 一摳就會有 粗粗的像鹽巴這樣 對 像小石頭這樣 小石頭這樣 那我們再回來看圖 那如果說像這個牙結石 堆積得越來越厚了 我們可以跟第一張圖比較起來 比較厚一點點的畫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再看一下這個骨頭 它會有點比較低了 對 比較萎縮掉了 不太一樣了 天啊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一旦骨頭發生萎縮 這就是一個不可恢復的 不可逆的現象 然後隨著牙結石堆積得越來越厚 顏色一定會越來越深 然後骨頭也會越來越低 骨頭也越來越低 那這個時候 幻覺就會感到 牙縫質越來越大了 因為骨頭不夠 然後這個時候異味就會很多 口臭就會一直 對 口臭就會一直陪伴著這個幻覺 不是牙結石到底怎麼形成 奇怪 牙結石就像中午食一樣 我們去參 就像中午食一樣 食不動一樣 這應該算是一個觀光景點 我們的嘴巴裡 對 形成的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日積越累 我們口水裡面有很多 然後就慢慢沉澱下來 一層一層蓋起來 然後就越來越厚 了解 所以還有哪些習慣 有可能引起牙周病 對 剛剛其實林醫師講到的 所謂清潔問題之外 主要原因 但是還有一些是 會產生牙周病 是跟他生活習慣有關 比如說現在很多上班族 可能熬夜 壓力大 而且晚上熬夜又要吃宵夜 然後可能一直在吃東西 都沒有做清潔這個動作 那提醒一種就是說 之前我們有遇到一個 我們那個牙科有遇到一個案例是 他是上班族 結果他有一個抽菸的習慣 所以他每次治療所謂牙周病 其實已經治療半年以上 都沒有治療好 後來發現就是說他的那個 就是每次晚上他幾乎 因為壓力很大 都沒有吃東西 他就一直在抽菸 所以其實抽菸這件事情 也會讓你的牙周病 可能會更惡化 對 然後還有一種人就是說 我們通常在餵教一種 比如說像糖尿病人 血糖控制不好的 那這種人其實他血糖 如果說一直在處於高點的話 其實體內的一個免疫能力 也會下降這樣子 對 但是如果已經有發炎的現象 有沒有什麼食物 我們要遇到 其實發炎現象 剛剛其實與您講到 真的是太辣的太酸的 這種東西其實太刺激的 就是所謂 其實有點像是 你中醫在講的 就是說會火氣大的東西 會造成你身體 發炎反應的東西 確實你就是還是要少吃 你不要想說 我都已經牙齒都已經發炎了 你還在一直在吃 所謂很辣很酸很硬的東西 這樣子 像那個硬的 我就想要一個笑話 因為他們牙周病 比較嚴重的時候 剛才不是鬆動嗎 然後那個韌帶鬆脫 他其實很容易搖晃 你知道嗎 那其實有一個人 他就是說他親眼目睹過一個現象 就是他對面那個人 在吃東西 比如說他在咬類似牛排的東西 一咬那個牙齒 應該是站 我們正常是這樣卡下去對不對 對 好可怕 因為他已經鬆到他就會 那麼可怕 因為咬印的東西 他就是隨風搖擺那樣子 然後吃完之後 還要自己用舌頭把它吐回來 那很痛吧 醫生已經看過那種 其實已經到這個地步 他都還忍著不看醫生 因為有的人真的是怕看牙醫 對 因為他在轉 陰影上會怕 真的很恐怖那個聲音 對 感覺是人類前世記憶裡很恐怖 很恐懼的聲音 我們就每次去看牙齒哥很疑惑 對 為什麼他不能轉靜音呢 因為那個就是 其實他在操作不恐怖 但他那個聲音就是 對 而且他們有不同的磚頭 還有不同的聲音 對 我想說你們為什麼不能轉靜音呢 超可怕的 那目前已經有研究報告指出 牙周病可能跟 中風 跟心肌梗塞 為什麼這麼遠 是有相當大的關聯 那像 在 在我現在指的這個是健康的牙齒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S公 這是牙齒 然後這個就是骨頭的位子 在這個地方 我們覺得很OK 好像一個水平 水平線一樣很OK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這邊有嚴重牙周病的牙齒 我們來觀察一下它的骨頭 我真的沒有了 從這邊就U型這樣凹下去了 三骨了 對 然後再來這兩個牙根的中間 也是凹了 也是凹了 也沒有骨頭 也沒有地基 對 地基就很少 像這樣子的牙齒一定會 腰動度很大 那所以如果它是一個細菌感染 最後它那個細菌會 串到全身嗎 還是只有心臟 對 就經由這附近的小血管 微血管 對 然後就進入循環系統 那如果患者的身體狀況 再不太好的話呢 那這些牙周病的細菌 可能會釋放出一些內毒素 然後這些內毒素 會誘發一連串的免疫反應 就會造成發炎 那因為這些發炎 目前已經有研究顯示說 跟心血管疾病有很直接的關係 那怎麼辦 它一直晃不就把它拔掉就好了 對 我們雖然可能建議患者拔掉 但是就像素卿姐提到的 要去止癌 就是不願意拔掉 那我這種刷六次 然後刷到牙齦已經萎縮的那個 會不會四十歲的時候 牙齒就掉光了 您的狀況其實基本上應該是 外傷型的海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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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刷出來的 外傷型的海膽 外傷型的海膽 對 它並不是細菌造成的 所以基本上細菌造成的 破壞就會很快 那如果是外傷來的話 因為可能大致上速度 會比較慢一些些 但是會造成 比較嚴重的敏感性牙齒的問題 敏感 素卿有沒有忽略牙周病的一個案例 對 剛才說除了心臟血管相關 甚至之前也有人說 可能跟提高失智風險都有相關 失智 對 那我想提一個 比較特別的案例 是有一個女生 她連續三次懷孕 連續三次都流產 她就開始想說 我們家是有什麼特殊體質或幹嘛 結果她後來找到 另外一個婦產科醫生 她去的時候 就跟醫生講說她之前流產 後來醫生可能跟我們林醫師一樣 隱隱約約聞到她頭中的異味 就跟她說 妳一直以來 妳的嘴巴的 牙齒的健康狀況都是這樣嗎 妳有看過牙醫師嗎 她說怎麼樣 她說 我建議妳要先治療妳的牙周病 因為妳的牙周病非常嚴重 那如果你沒有任何其他 我們找得到的風險因子 或許妳至少牙周病 妳接下來懷孕有可能會成功 結果她就不相信 但是想說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姑且一世 她就去治療牙周病 然後徹底把它弄好 結果她第四次的懷孕就成功 就OK啦 所以醫生就有醫生說 事實上確實妳全身都在免疫 這些發炎反應的狀態下 可能對於這個胚胎的什麼 整個孕育環境也不是很好 所以妳不要以為說 其實只是牙齒的問題 它是一個全身性的影響 那如果萬一我們有 牙周病的朋友 營養師 有沒有可能譬如說吃些什麼 來輔助我們牙齒的健康度 對 但是真的有牙周病 還是看醫生 不過在牙齒到牙周病 這個發炎的過程裡面 我們之前提到就是所謂的 要抑制發炎反應 讓它避免它更嚴重 目前營養素上面有兩種 一種是大家比較知道的 所謂的維生素B群的部分 那它在一些文獻上 是有實證醫學 那第二個就是所謂的 它確實是可以去抑制所謂的 你發炎過度這件事情 那其實你可以吃一點軟的巴勒 那甚至於像木瓜 這種都還可以咬得下去的東西 比較不容易傷牙齒的 那在蔬菜裡面 像我們在講的綠豆芽 還有像那種青椒或是紅椒 甜椒這一種 它都屬於高維生素C的一個食物 這時候倒是可以使用這些食物 來做抑制它更 就是發炎更嚴重這樣子 不過當然我們要 保持口腔的健康 這是很重要 那觀念也要證據 你觀念不證據 萬一適得其反反而不好 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準備幾道題目 各位圈插牌請準備一下 好 先來看第一個題目是 早上起床先刷牙再吃早餐 可以幫助口腔的健康嗎 先刷再吃魚圈蛋 我是先刷再吃 可是我覺得應該要先吃再刷 我也是這麼想 要去魚圈還是去查 對啊 因為我常常因為 這個問題其實已經困擾我很久 因為我就覺得 因為我就覺得說 我起床了以後 我應該要先刷完牙 這樣比較清新 然後開始吃飯 可是我就想每次 通常會說 吃完還要再刷一次 那我就不是會過度傷害 如果以這個邏輯這樣 我就真的每天要刷六次 我就來來回回 我就說我的邏輯 對啊 我以前以我的個性 一定是起床第一件事 就先刷牙 對 然後吃完之後再刷牙 因為我反正就是刷牙 是娛樂嘛 娛樂好特別喔 他履歷表上去 他每個在面試啊真事 然後就 興趣 興趣是刷牙 對 刷牙很開心 可是我後來發現 真的我牙齦萎縮了 我就是能盡量在減少的地方 就減少 所以那就想說 如果兩次選擇一次不要刷的話 那我就是早上起床 就先不刷好了 我就先喝水 然後吃早餐 然後出門前再刷 再刷 是差的 絕對是錯的 不是 是錯的 對 哈囉 哈囉 是先吃再刷 想太多 因為我剛剛原本是想說 因為我平常都是先吃再刷 對 可是我忽然間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睡覺的時候 細菌會肢長嘛 那我起床 我不刷掉的話 細菌不就是一起吃下去嗎 對啊 破著水吞下去 破著水吞下去 所以你不要理你的答案是什麼 你一下插一下 因為我忽然被他搞 忽然被自己搞混了 好 來 林醫師 這一題到底是 我們要先刷還是先吃 通常我會先建議是 患者先吃早餐 先吃啊 吃完早餐之後 再刷牙 可是就像大飛說的 如果半夜 比如說八個鐘頭 嘴巴的細菌 那你不是吃下去了嗎 吃下去有肺酸啊 沒有關係 肺酸把它焦掉 好酸喔 所以我個人會比較建議 像我自己的做法 我想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我大概起床 我就跟大飛兄一樣 喝杯水 好 先喝杯水 潤潤口氣 然後就吃吃早餐 吃完再刷牙 再刷 各位 第二題來囉 飯豪想要保持口腔的乾淨 應該要立刻刷牙嗎 來 插兩去 所以 所以我們各選一位 來 我的牙醫師是跟我講說 吃飽要趕快去刷 可是我覺得這個太難實行了 因為我們吃完飯以後 還會吃巧克力甜點 還有一些核心 還有一些 所以我覺得是不需要的 因為這樣就很麻煩 你為什麼一個十二點的中餐 你吃完已經下四點 對 可是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這樣很漸漸 因為我們刷通常是怕它 細菌滋長 會破壞我們的牙齒 可是問題是 我們之後還會吃其他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必要吧 好 凱蒂 你是缺 對 我覺得就是 不管細菌好了 因為我很常喝咖啡 我覺得這樣很容易會 色素沉澱 對 色素沉澱 所以我覺得 只是為了牙齒不好看而刷 也是 不是為了清潔 而且因為我都是 剛好真的就是注牙縫 所以我每次就是 變色的就是牙縫 所以要常常刷 對 你不知道 到底人家以為你小檳榔 對啊 其實沒有跟他說了 太尖銳 他搞不好真的有在小檳榔 太尖銳 太尖銳 不小心問到了 對 不小心問到了 包包有 來 林醫師 到底要不要飯後立刻刷牙 我們目前的建議方式是 飯後不要立刻刷牙 不要 但是可以晚一點點 晚一點點 要刷 要刷 早晚吧 半個小時 主要是因為我們現在的食物 絕大部分都是偏酸性的 那如果在飯後 或是吃完甜點 吃完巧克力之後 立刻刷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 口中的酸性比較酸 甚至高達可能只有PH4 到甚至PH3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拿牙刷 來刷牙齒的時候 很容易把法郎質刷受傷 這樣就容易造成敏感性牙齒 所以是基於這個理由 我們會建議可以稍微晚一點點刷 但不是不要刷 因為大概過了 飯後大概過了半個小時之後 口水已經分泌很多了 它已經把口中的酸性中和了 這個時候再來刷牙齒 牙齒就比較不會受傷 不過是不是也有吃什麼樣的東西 比較容易傷害到我們的牙齒 真的就像是甜食這一類的嗎 之前大家的認知就是說 當然吃甜食的部分 可能會造成所謂蛀牙 但是確實蛀牙 它的一個PH脂肛 其實已經是提到酸性的 那大概4到5.6這個中間 最容易引起所謂蛀牙 那食物裡面大概哪些 哪些食物裡面有 大家一定想不到就是 洋芋片裡面 洋芋片是屬於酸性的食物 洋芋片是酸性的 對 洋芋片是酸性的 對 然後另外還有所謂的 大家很喜歡 如果喜歡喝酒的話 然後還有茶類裡面的紅茶 它的PH值也在3.5到4.5這個部分 剛好也是最容易蛀牙這個時間 那基本上呢 當然你吃這個酸性的東西 就剛剛那個臨時講的 你只要有刷牙其實都OK 但是比較害怕的是說 有些像女生 現在一直吃不停的有沒有 有一種研究發現 她是一直每天都在 就是一直不斷兩個小時 對我 其實我在講講 就是一直在吃東西 一直在吃東西的 她反而沒有時間去刷牙 這個確實都是 住牙的高峰天群 都是這樣子 對 所以了解了 再來下一題來 好 要考考大家 只要每一天刷牙 就能夠避免牙周病 這個問題 我只要先問你一起來 妳有牙周病嗎 妳沒有對不對 因為她沒有檢查 我沒有 那妳就看牙醫 我沒有去看牙醫 所以她的問題就是 每天刷牙 可是每天刷牙 誰都每天刷牙 只是刷一次或刷兩次 刷六次八次的問題 有的人不見得每天刷牙 又回家懶得累了 就像洗頭一樣 不見得每天洗頭 對 好 來 到底每天刷牙 就能避免牙周病嗎 圈叉請選擇 一圈三叉 一圈幾圈圈 我覺得妳不要那麼絕對 不是 不是中拼 不刷好吧 我沒有說不刷 就是刷跟不刷中間 當然是每天刷會比較好 可是妳認為 應該說妳認為刷牙 有助於預防牙周病 對 然後再加上 那個乖乖使用牙線 可以防濕製喔 好適合代言喔 對 那妳們其他局 插三位是認為 沒辦法預防牙周病 對啊 如果真的有辦法 就是預防 完全預防牙周病的話 那我們就沒有必要 每半年再去洗牙 我就一定有一些 小細微的事情 我們自己就是 即便很努力地刷牙 都是預防不到的 所以我們才需要牙醫師 好 來 林醫師兄 我想這一點 林醫師兄 林醫師兄 我們會不會這集做完 都最後一個看 是每個人都穿古裝 對啊 林醫師 好 我想這一個題目的陷阱 在於使用牙刷 他過分地強調使用牙刷 對 但是就像我們平常在 平常看到的畫面 每個患者都來找我們有牙周病 他說我都有刷牙 都有刷牙 對 所以代表牙刷 不是預防牙周病的 絕對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是不是 它不是關鍵 它不是關鍵 我認為它不是關鍵 那關鍵是什麼 關鍵應該是牙線 你看 我剛剛就有補充 看什麼就答錯了 看什麼 看什麼 看什麼就答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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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有補充 我說還要去看牙線 那你的答案真的是錯了 還可以反錯了 對啊 你看 其實舉錯別人 你在看什麼 對啊 十字 所以為什麼牙線 它是因為牙縫清潔的問題 對 是的 因為我認為各位觀眾 應該在使用牙刷方面的功力 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大家都活到幾十歲的人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師兄 不好意思 這是武林人士的專用 不好意思 不要質疑我們武林中的一些用語 是 不好意思 但是有關牙線的使用 幾乎是有跟沒有的差別 也就是沒用的人是完全不用 對 像我們專業人士 對不對 像我們牙醫界 是牙科助理 我們私底下都在用牙線 沒事都在用 用得很兇 就是我會告訴各位觀眾 專業人士在使用的工具 是您要參考的很重要的依據 所以我們甚至 好 那肅清有這種案例嗎 已經好好刷牙了 或甚至有這個洗牙 還是牙周病 有 之前一個人就這樣 其實他就是覺得說 他每天有刷牙 而且還刷得還不少 他刷四次 一天刷四次 可是後來他還是牙周病 他就問醫師 醫師說為什麼 為什麼我每天刷牙這麼認真 刷了四次 而且我一年健跑的兩次洗牙 我都有用到 為什麼我還是得牙周病 結局是剛才醫師講的 其實你每天日常保養 那甚至其實很多人 我跟你講 你以為大家都很會刷牙嗎 不見得 有些人還真是不會刷 他很認真刷 但他還不會刷 有些醫生就會看到那個病患 把自己牙齒 一直當那個素來劇 你知道嗎 就是一直這樣 撕不撕 每天四次都錄得很用力 整個都是一排 這樣都凹進去 會凹進去 真的 所以你有刷 但不代表你會刷 你會刷了 你又沒有用牙線 這樣的情況下 你還是有風險的 刷牙真的很難刷乾淨 我記得小時候 不是會 醫生會給你一個紫色的還是什麼 你一定要刷乾淨 才會完全沒顏色 刷十次都還是有顏色 但我都覺得 那是醫生故意騙人吧 你的功力 功力太淺 就醫生那天一定是拿到賣客筆給我們 要閉關 因為還是需要一些道具 像這邊有準備了很多種牙線 對 因為剛剛林醫師有講 牙線剩餘牙刷 對 但是我們在傾斜的時候 但它有分很多種類你知道 牙線是一種 對不對 這個牙線 牙線棒是一種 還有這牙尖刷 牙尖刷是一種 還有甚至像這一種是塑膠的 有點類似牙籤的 對不對 這也是一種 還有牙籤本身也是一種 那要請林醫師幫我們示範一下 怎麼樣來使用 牙線棒我個人 大家都有看過 大家說 要使用一下是不是 牙線棒好髒喔 我覺得牙線棒的最大的問題在於 我們可以利用牙線棒清潔前牙區 但可能 沒有辦法用到後牙齒 為什麼 因為會被臉頰擋住 我可以耶 那 嘴大吃四方 嘴大吃四方 如果您的 林大夫 林醫師就用來 很配呼 中原人士的祝福 我非常愛胡林高手 是 如果您的使用牙線棒的時候 真的可以弄到最後面的話 那我相信牙線棒 對您而言也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但對我就不行了 對我就沒辦法 這兩種的差別是在 它主要是粗細的差別 粗細的差別 那這樣用一顆要用一隻嗎 是吧 因為你們用牙線的時候 會一直一動一動一動嗎 對 可是這個只有一段這麼小 對 我都覺得這好髒 這個我知道這個 你可以玩一個了 你一定會用衛生紙擦 可以 他已經去過一些地方了 沒有 可是因為有一個牌子 我聽說 不是聽說 就是因為他們不是說因為嫌髒嗎 可是我說 只有一個牌子 它用衛生紙擦過以後 它就可以再重複使用 比較不會沾黏在上面對不對 我個人的看法是 像我的話我會比較不在乎這些細菌 因為我們的重點在於 因為會把這些細菌弄鬆 對 我們只要讓它弄鬆 不要讓它附著在牙齒上 對 這樣就OK了 這是重疊 所以牙線放就沒有 沒有什麼差別 沒有關係 看個人的喜好 好 那這一種呢 這種就叫做牙尖刷 那牙尖刷通常我們會用在 牙周病的患者 牙周病的患者 因為牙縫變大了 對 因為牙縫變比較大了 那用牙線或牙刷進去 可能他會想說一開始先把食物 先推出來 所以沒有牙周病的人 也可以用牙尖刷 沒有牙周病的患者 應該很難 對不起 不能講患者 沒有牙周病的民眾 應該很難把牙尖刷塞進去 真的嗎 這樣你就不行 擠不進去嗎 不是 不是 因為牙齦很健康 牙齦很飽滿 很厚 很密合 對 很密合 沒錯 但是即使用完那個 還是要用牙線 對 是的 因為它主要 因為它沒有辦法 靠在牙齒上刮得這麼徹底 比較沒有辦法 它只是把一些食物推出來 對 它只把食物推出來 對 那這一個咧 他們這個的用法 大概跟牙尖刷是類似的 類似的 對 只是 就比較小隻一點點 然後角度可能比較受到限制 那還要自己再去彎一彎 自己彎一彎 對 如果有必要的話 可以稍微彎一彎 還可以這樣調整 對 可以彎 那意思 國人很愛用牙籤嗎 對 有嗎 對 是 我們出去吃飯所有的 就是牙籤 對 牙籤 牙籤刷也是 牙籤也蠻不OK的 蠻不OK的 所以不建議 對 我實在是不建議使用牙籤了 為什麼 因為牙籤刷我們剛剛有提到 因為會戳傷牙癮 對 它是造型外傷的一個結果 不是 外傷以後 然後會怎樣 外傷的話那 今天不用牙周病 骨頭牙肉都萎縮了 那最後 最關鍵的 你們醫師都用牙線對不對 對 牙線你可以示範一下 我想各位觀眾一定 在當 在診所的時候 醫師教您用牙線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根本用不到後牙 後牙都完全做不到 我們今天大家試看看 試看看 應該是做得到 好 其實長度不是什麼重點 教科書都說像錢幣這樣長 學科書有說嗎 有 大概45公分左右 還可以告訴你45公分 沒有關係 因為會用與不用 是最大的重點 可是我 拉一段沒有關係 然後如果今天要 我會建議民眾要練習的時候 要先從下牙區 最後面開始練 就只要下牙的最後面 你做得到 全部都解決了 OK 好 所以我大概提醒各位 一開始要進去牙線的時候 我們去抓一段牙線 然後這個手指一定要 儘量靠近 兩個食指 譬如說我用食指好了 這個兩個食指一定要 儘量地靠近 最好是碰在一起 碰在一起 先碰在一起 然後等一下我做的動作是 在手指碰在一起的情況之下 放到嘴巴 然後手指再開一點點 就可以清潔了 OK 好 我們來試看看 超明兄幫我 第一步我們是碰在一起 第二步就是放到裡面 好 第二步來 天龍八步 OK 還真的錄得到 天啊 這樣我反而不會用 所以就是 手指一定要先碰在一起 才能進去 所以一般民眾的問題出在 手指太開了就想進去 這樣就會 這樣就卡住了 太開 臉頰卡住了就進不去了 真的耶 好幸運 所以畫面可能不太雅觀 但是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很重要的 對 在家裡一定要 好醜 為什麼眼睛也會長大 不會 會嗎 林醫師會長大嗎 當然不是 情不自禁的會長 會不自覺用 他都情不自覺 終於好 我們就這樣子來 來給大家一個示範 那他是這樣子要前後是不是 對 上下也要 上下 前後左右 然後靠著牙齒去刮 就靠著牙齒 把牙頸斑刮下來 好 謝謝林醫師 好 那麼除此之外呢 還有小症狀 卻是口腔疾病 另外的一個方向來 好 就是你吃東西的時候 耳朵前方會有咔嚓的聲響 另外壓力大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有點痛喔 對 還有第三嘴巴張大的時候會痛 甚至覺得會頭痛 好 讓大家看一下 正確的大概在講的 就是這個地方 這裡 好 這個地方它是一個 咬合的一個關節點 耳朵前方 對 有 我到現在都有 就是 很大聲 我也會 我有時候 我有時候 你有時候有 我是每天都會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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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恐怖喔 有 有時候我在做運動的時候 就做滾輪有沒有 做到最用力的時候 這裡就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就去問 然後有一天我看牙齒的時候 我就順便問牙醫 我就說這裡要怎麼 要去骨科還是哪裡去喬嗎 他說 就不用 因為沒辦法 沒得救 你就只能 因為壓力大 所以你就只能 熱服他 然後就是等他好 而且就一邊嘛 就這邊而已 所以有時候唱歌不是 有些人會就是 忘情的時候 嘴巴會張很大嗎 對 例如 燃燒 然後我就 燃燒 就不能 我只能這樣 燃燒 一片大小紅子 不能忘情 只能這樣 稍微讓你沒辦法 全力發揮 好 宇妮 我現在也在想啊 妳現在也在想 有耶 怎麼會 我一直在想啊 而且我發現 他會想的那一天很奇妙 會變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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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某一天發現 他開始會想 很容易找到平革位 是個平革位 對 是我某一天突然發現 我這裡講話之後 會咯咯咯想 就是我以前在南京的時候 都講南京話嘛 後來到台灣來 就開始講國語 然後講一講 一段時間之後就發現 我的這裡就怪怪的 所以我就覺得是因為 南京話和國語的 發音的位置不一樣 然後我突然換了 發音位置之後 他那個骨頭 就開始怪怪的 這麼奇怪 對 然後他只是這樣 哥哥想就算了 然後有的時候 就太累 或有的時候跟朋友 在一起聚會 會講話講太多 一個晚上四個小時 可能都在... 然後再講一講 講到時候太開心 笑的時候就被卡住 嘴巴回不來 真的會被卡住 結果很開心的笑到一半 嘴巴被卡住回不來 然後人家慢慢地就... 慢慢放鬆 他就回來了 你是痛是一邊 還是兩邊都痛 就是兩邊都痛 你兩邊啊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 小心 唸額關節功能時常 解釋一下 其實剛剛各位來賓 講的症狀我也有 沒有啊 我也是這樣開 而且很有趣的是 所以我從小時候就有了 那我一直到唸了 唸了牙醫之後 才發現原來這是一個疾病 我本來以為它是正常的 就是生下來 它的骨骼就是這樣 有一些是與生俱來的 有一些是後天的 那不管怎麼樣 通常都跟壓力 有很大的關係 像剛剛各位來賓有提到 如果好像對你比較忙 或是唱歌唱得太忘我了 那就會造成不舒服 所以這都是唸額關節的問題 但這個關節 它就像一個門 我們用門栓來形容它一樣 那如果這個門栓 先天體質就不太好的話 那如果我們再給它 一個比較過大的壓力 那它就會跟你抗議 那那個關節盤 就會產生一些 微弱發炎的現象 那但是如果是後天引起的話 通常可以經由休息 大概休息一到兩週 它應該會自行修復 對 但如果超過兩三週 這個症狀還一直存在的話 我們會建議是應該要請 專業的唸額關節醫師處理 可是這要看哪一科啊 這是要看牙醫還是要看骨科 這個話目前大致上 可以往牙科醫師想 或是耳鼻歐科醫師想 耳鼻歐科醫師和牙科醫師都可以處理 所以跟骨科是沒關係 因為骨科他們比較處理 身體軀幹的部分 對 比較沒有那麼上面的 那如果我去看醫生的話 會怎麼處理 就讓我把它就是 那如果說真的是要靠別人 別人幫忙的話 我們的建議就是先把下巴 先往下壓 反正要開動到 好痛喔 往下壓再往後推就上去 沒有人敢 往下壓 對 往下壓再往後推 在組裝鋼彈的感覺 對對對 很像很像 我媽呀 對 我們臨床車有遇到搬不回去的 只要打肌肉放鬆劑 然後在這裡搬 然後強迫放鬆 我們才能夠搬 所以我如果沒有遭遇 可是我每天講話 他都咯咯咯的想 沒有關係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像您看我這樣 我也有這個問題 可是你看我腳要速度好像也是很快 但如果你注意看我講話的動作 但是我不會這樣 這麼大 是嗎 是嗎 好靈活 好靈活 沒有 他剛剛是牙齒碰到 對 但是 沒有 那不是牙齒碰到 這是關節的聲音 對 哇塞 不要這樣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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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為了節目做犧牲 對 犧牲很尖銳 對 人家為了節目示範 然後你還問 你今天很尖銳 對啊 你今天怎麼這樣 對 真的太尖銳了 不好意思 對 這樣有靈光的人才能夠做這件事 對 是 他就跟吳其龍那個練那個拖鞠 後來都自己會掉下來就弄傷 對 自己拖鞠 那所以如果說故意這樣子 久了也會怎樣 久了一定 如果像這樣一直持續 假設我不知道這是一個病症 我一直去玩它 時間久了之後 這個關節他就 我就會發現到我的開口幅度 今天好像還四個手指頭 三個手指頭可以進去 然後又會慢慢地 越來越小 真的喔 不想打開 對 他就卡住了 不是 會打不開 因為它會沾黏 沾黏 對 它會沾黏 我還以為是相反 是打不開 打開沒有關係 所以是打不開 打開沒有關係 好 那營養師 有什麼原因可能會導致 我們這個功能失常 其實你知道有一種人 很容易有這樣的問題發生 如果你本身 也有捏耳關節的失常 其實你喜歡咬冰塊 你知道有一種吃東西 它壓力大 它也會想要咬那種硬的東西 咬冰塊還有咬骨頭的 對 還有咬什麼硬的那種 堅果類的東西 事實上也會讓它造成 就是它的那個 念餓關節 產生那種鋼 離失這種動作 但是其實還是總歸 那個來講其實是 壓力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臨床上看到 很多是屬於 壓力大的一個病患 那壓力大的病患 我們其實一般來講 都從三個地方發作 一定比如說像頭會頭痛 胃可能產生胃酸逆流 或是有胃潰瘍的部分 那在牙齒這邊的部分 可能就會產生這樣子的問題 甚至有一些習慣的問題 比如說之前有那個上班族 他的那個工作是客服 你知道客服 客服他要接電話 所以他常常這邊這樣子 一直這樣同一個動作 也會容易有產生這樣的問題 片子 我們很多人夾電話講話這樣 可是你本身 如果你先天條件不好的話 你就這樣講 其實你的臉容會有這樣子 所以那些關節保養裡面 它有一條是 盡量不要側身去加電話 對 然後它有一種就是說 那個老師 老師我們也常發現 因為老師他講話的一個時間很久 而且他壓力會比較大的情況之下 也會產生這樣子的問題 你是高危險群 對 而且女生說背包背側便 也可能是高危險 為什麼 有什麼關係 就是有關嗎 理事 我想如果過分的姿勢不協調 或不均衡 對 因為像如果 譬如說背包背 長期背某一邊 那脊椎可能就會歪一點點 脊椎會歪一點點的話 那我們在 平常在上下餓 在休息的時候 可能也會情不自禁地 去往某一邊偏 是喔 這可能都有潛在的連帶關係 吃東西習慣 只會某一邊咬也不好 我們也不建議這樣做 都是那些 對…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反正只是會痛 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就一開始發現 會有那個喀啦喀啦的聲音 然後會覺得 有時候耳朵都聽得到那個聲音 然後她想說也還好 後來開始痛了之後 她也覺得反正就是 不要太用力就好 到最後她已經覺得說 她只能吃流脂食物 因為她咬太重的東西 她就會痛 甚至那個時候她還覺得 沒有關係 她覺得說順便減肥 因為她想說 如果我吃流脂東西 我吃東西不方便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順便減肥呢 對 所以她也覺得還不錯 那我吃軟一點 只要有一天早上 她突然間打個哈欠 一打就發現回不來 那回不來 她說她第一次的時候 心裡還在慢慢回 想說慢慢慢慢回來 可是回來發現歪一邊 就是她已經有點歪一邊了 然後她在想說 應該不會再發生吧 我小心一點 沒想到就隔沒多久 她就再次出現 她又打了一個哈欠 她又卡住就上不來 這個時候她就發現 這一次回來的時候 我下巴歪得更明顯 最後她是要去做一個 她做了一個很像正二手術的 把整個位置都調整過了 就是整個這邊 後來怎麼都跟本人不一樣 你知道嗎 而且你知道那些高血腺嗎 就好像是有的人 平時都變漂亮 對 她本來是厚到很嚴重 她整個都整理過之後 會變漂亮 會啊 會 她其實沒有變漂亮 因為她整個臉型 從比較長的變很短 因為她是好像弄掉一截 必須讓她卡上去之類的 結果後來醫生就說 他們發現 除了剛才說的這種高壓族群之外 有一個醫生 就是台大那個醫生 他說他們覺得她的門診 這種唸二關節障礙的門診 有時候他自己會幻想 她是名模門診 什麼意思 為什麼 因為有一群族群 除了剛才高壓族群 可能是因為你生活習慣的因素 加重你的這個 關節盤的傷害之外 他們之前調查發現 高瘦白的女生 天啊 我就知道 你會退號路過 就退號了 難怪會這樣子 急診 我剛才很不想講 因為我知道這個人一定會退號 退號路過 引起都不會 對 她引起都沒有 還好會 還好 好像跟他們的虎密度 還是什麼的健康程度有關 是喔 所以她發現她那個門診 很多是這種 高高瘦瘦的 白白的 可能斧架子本來就小 然後又不曬太陽 所以骨質也不好 那這一群人 就發生了障礙比例 也比別人更高 所以林醫師 如果有這個功能失常的話 就是建議 比較能處理 就是動手術了這樣 一般我們在臨床上 反而比較不會先動手術 動手術應該是放到最後 通常我們會先使用 因為咬合板它可以讓 患者的關節放鬆 絕大部分的情況下 很多人其實放鬆就好了 所以咬合板可以達到 放鬆的功能就OK 那如果真的放鬆 幾個月之後都不見到效果 那我們才會考慮 用手術治療 因為手術治療 有個比較大的風險 在於它可能會沾黏 所以通常我們非必要 不會去做類似這樣的建議 好 那一樣是 我們要怎麼樣來 盡量地保護我們這個 孽餓關節 讓它不要輕易受傷 其實我們會建議 第一個剛剛提到 不要咬冰塊之外 比較硬的東西盡量 因為有人很習慣咬什麼 魷魚絲 然後牛肉乾這一種的 那你如果本身有 這樣的問題的話 你又喜歡咬這些東西 那可能也會加重它 常常發作 所以魷魚絲 牛肉乾和堅果類的東西 那如果你這兩天 真的不舒服的情況之下 我們建議在飲食上面的話 其實就是 我們真的很希望可以吃軟飯 我一直怕人家這樣講我 現在這樣講我 我覺得反而找到一個 OK的 力量更大 對啊 對 就是說 東西不要吃太硬的 那盡量就是軟一點的東西 那過了這兩天 讓它比較舒服之後 壓力放鬆了之後 才會不正常的事 對 我覺得要觀察 自己的生活習慣 我後來就是有的時候 觀察我自己 我會發現 只要我稍微緊張 或者是在等待什麼的時候 我無意中就會 把我的牙根咬很緊 那不是 也不是 有受壓力 對 然後或者是 那個小孩子惹我生氣 我又不太想要現在罵他 再認 然後我就自己想 我就是把後面的牙齒咬很緊 這是我一個生活習慣 對 所以這個可能我們要稍微 適當地改變一下 就是大家都有健康的口腔 謝謝 謝謝